22. 信報財經新聞,延續回升需兩大關鍵 2015年7月11日投資者入記 B.02前瞻自勝高佔港股部社,主要源頭來自中國 希臘目前只是前菜,但不排除稍後會變成主菜 內地股市由高位急射三成,大量股份停牌 舊其原因是股票孖展倉連環瘋狂斬倉 本來中國股民之貪婪與恐懼已達到舉世無雙的程度 中央股發式舊市失效所造成的落差 加上憂慮實體經濟可能受到衝擊,引發了雪球效應 反彈浪躍要持續,必須針對兩點出手 舊市方式稅具針對性第一點是要針對強制斬倉 第二點是要阻止股災拖垮實體經濟 至於逃過英媒暢好股市,停止發行 IPO,減交易費,印花稅,國家隊入市 甚至全面停市等措施,有部分已經進行 有部分尚未推出,但始終未有針對最核心的兩個問題 相信作用不大,排山倒海的斬倉潮令 中央的舊市資金泥牛入海,好一段時間令股市無力反彈 繼而打擊投資者以往對中央的信任度 中央或者可以延長金融機構給予投資者需要補倉的期限 舒緩他們立即要撲水的困局 同時人行要積極地向金融機構注入短期流動資金 以防止他們突然倒閉,降低系統性風險 至於第二點,即減輕股市大赦的負面效應蔓延至實體經濟 中央可考慮降低企業營業稅,特別是金融營業稅及企業所得稅 去年財政赤字達1.13萬億元人民幣,赤字率為1.8% 而2013年則為1.9% 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,赤字率不升反降 為幫助企業到過難關,容許赤字率稍為上升 是短期內能實行的對策之一,當然,貨幣政策仍然有再度寬鬆的空間 人行可以向美國聯儲局學習一下,如何透過前瞻指引 向市場釋出流動性充裕的信號,穩定投資者情緒 不者則不時為週三,不知道見布時以上政策會否已出台 監管水平未跟上改革步伐原本希望刺激股市 帶動財富效應,拼為企業製造集資機會 但相信中央萬萬股不倒市場逆轉又快又狠 事後看來是中央高股了自己控制股市的能力 但賞心一層,重點其實是監管機制追不上政策的需要 以致出現一放就亂,一亂就管,一管就死的局面 中正監於四月中才出手限制場外配資及散營信託活動 出手過辭的原因可能是數據掌握不完善 簡單來說,就是低估了投資者從勸商以外的其他途徑 取得資金用於股市炒作的規模及槓槓效應 股民早前盲目入市,表面是貪婪心態作崇,響應中央號召 背後其實是相信中央有能力令股市不死 中央一定會出手包底,至少在短期內 經此一月後,大家心態將會稍為轉變 從樂觀一面看,股民會變得稍為成熟一點,理事一點 入市指望政策,以及寄望中央打救的情況或會有輕微改善 gojem00 at gmail.com 高占號港股分析號前瞻自信延續回升需兩大關鍵